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3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主报点评节目 看到好多的新闻和报道 还有些评论给大家分享分享 一个是陕西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千亿矿权 这个案件 就西连山千亿矿权 这个争议 有这样一个案件 我记得当时还涉及到崔武元 还有最高法的一位法官 被判刑法官 这个案子扑朔迷离 外界就是议论纷纷 直到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就当时这个西连山盗财事件的局报人 唯一前18年的西安商人叫金宗伯 4月3号凌晨3点在西安 碎楼盛牢 这个是习近平的老曹陕西 陕西这样讲最黑暗 因为有了习近平的后台 当地的官员肯定大部分都属于西家军 现在是赵一德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情况非常复杂 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习近平上任以来 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 还有国家关于这个矿产资源的归属 变来变去的啊 可能你们都不太了解 我还是知道一些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内啊 好多年以前了 就是这个地质矿产部有一个这个内部规定 就是国家很大呀 你去探这个探查 探探这些矿啊 因为各种矿很多嘛 稀有金属啊 金矿铜矿 有很多资源大省的藏有矿 但是国家没有钱去这个探测 更不用讲开采的啊 所以就下了个小政策 就是说随于发现你自己投资 就是如果你能先发现 你就优先的这个探探权啊 甚至还可以开发 各地政策不一样 有的地方比较开放啊 当地官员一拍脑门就规定 谁发现就属于谁了 或者是发现了以后占有股份 和当地政府合作 反正是很很乱 也很就是复杂的事啊 呃 我不太清楚陕西的情况 我我比较听说就是甘肃内代啊 还有这个内蒙啊 还有这个青海啊 还有这个新疆 云南都有历史情况啊 呃 有些人就靠这个发家致富了 但是一般干的时间长的 往往就栽进去了啊 因为官员就换一擦 就变一擦人 政策也就变了 一变了就翻脸了 就出很多事啊 呃 先看这个文章怎么讲 他是看中国网站报道的 日前金传西连山盗财事件的举报人 维权18年有个商人叫金中国 他这个文章讲是自杀的啊 呃 其实我看我怀疑恐怕不是 很可能被自杀 他讲到4月3号 西安80后的亿万富豪 你讲还是很年轻的啊 这种代价叫套路带受害人 叫胡绪峰 他发的朋友圈 他讲的 这个套路带 我们都不是太清楚啊 国内反正是每个一段历史时期 都能出现很多人 这个为了赚钱呢 搞出很多花花东西 呃 让你找不到北啊 你看这个还有什么P图系 是吧 我都搞不明白 对面文章讲西连山千亿矿圈 就是有一个矿啊 它的价值是千亿 也就开采以后是千亿 这个确实 因为中国的矿太多了 呃 关于这个矿呢 经常发生争议啊 受害人叫金中国 在24年4月3号 他就凌晨跳楼了 就胡绪峰披露了 他说为什么呢 其自身合法权益被侵害 曾在维权路上奔波了18年 最后非常失望 带着这种绝望到失望自杀 他认为是呃 是是自杀了啊 你看这有一个 这个推特的小文章 大家看一看啊 中国的中国人呢 这中国的老百姓啊 包括民营企业建国 那些亿万富豪啊 呃 说心里话 这个人权难得保障 一边你有钱 你有钱 你得罪的当官 当官一句话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就在眼前发生这个吴小灰 小解华 那都几千亿 你再往前追溯 拖起来 在重庆唱虎打黑的时候 你想王立军算个什么东西 王立军就能搞那么多的这个冤家传 当然都听命拖起来 对不对 你看当时王立军把那个公冠文 那是也是一般富豪啊 抓起来以后 严刑拷打之后 吊起来打 打完以后 那个屎和尿全部 这个这个 控制不住啊 吊到地下 然后让自己捧着这个屎和尿 自己去擦 撕屁股擦 那是大老板子 这几天也是 是不是啊 你看抓那些人全关押到这个 这个 度假村 这个 这个 培训中心 农家论 反正找了点都关押 那时候重庆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重庆所有的报纸全是通缉令 中县 就这一个县有62个最套小准 这都我当年写过了 你们可以看看啊 640个黑社会 你就想想 抓了多少人 荆天动力啊 这个 这个是一个常态啊 说心里话 你想现在这些抓这个 民营企业家的这些人 薄写来这条 现在全在监狱里 但是现在习近平 这个统治下 搞得更厉害 而且是全国性的 他搞的是一个 地区性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习近平搞的是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 而且习近平还有志向 要把这个文化大革命搞成全史记 是吧 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解放全人类是吧 还要打台湾 你看现在还没打台湾 就已经天弄了 台湾军动力要摇起了地动山摇啊 你就想想 估计是台湾今天 你看今天青海 刚才看到新华社消息啊 新华社 中国地震台 往正式 正式测定 新海海西头 芒芒芽市发生5.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00 10千米 那啥意思啊 告诉你 这个只要是一地震了 一般来讲中国帝王就有事 一般都是帝王崩 你中国历朝历代都这样啊 你再看这个地区 它为什么青海不是别的地方 对不对 那里都最激烈的地方 西平下定正在抓赵乐鸡杀下面的人 是吧 就王崩君的人 这地方搞的也是可以这样讲吧 你去看了松西伟的网站 就青海的分版嘛 这一天都一打线全是这个厅级干嘛 副厅级的处级科级 我得人心慌慌 我跟你讲吧 你就想想这些案子难道都是真实案 真是凡腐败的 我才不相信呢 一半这一半讲 我告诉你 好多都是怨假错案 因为什么他要抓哪个当官 把他别拉下马 他肯定在找什么民营企业家当证人 就是书证物证人证 这个我太懂了 我走了一圈我不知道 你说民营企业家 就打击了当地的民营企业 然后你为了把这个 这个一个官员拉下水 就把和他关系好的民营企业家 要千方百计 包装成黑社会 就搞这些民营企业 那自然就有天人感应了 一点都不奇怪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南昌飞煞走势的 风风暴雨冰雹的 往下炸的 中国建政以来都没有 这就说明在这个南昌 他为了就打击所谓曾庆红的派系 这孟建柱派系 就花了多少功夫 就是啊 你看台湾他没打呢 你现在就已经发生这件事 这都不是偶然的 在一般在中国的 在这块土地上说心里话 特别的民心 你必须相信 只要以地震 你本来讲都是大事 你看一个接着一个 今天又是青海 是吧 回到这个 这个刚才这篇文章啊 就是看中国这篇文章 讲到民营企业家 你民营企业家说心里话 再有钱 在这个极权社会里 已经法治了 是党管司法 司法不独立 没有宪政 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没有原人自由 什么也没有 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你的生命说心里话 消失了 就像一个 说心里话 那就 就是 我认为还是郭文贵讲 连小三都都上不上 说一捏似你捏似像蚂蚁一样 你看这个案 这个老板说 举报这个案 这篇文章已经讲的给你 讲的非常清晰了 他说 这个综合大陆媒体过往的报道 就西岸的商人 真 金宗伯是镇静全国的物理矿区 非法惨霉事件的举报人 因为陕西那个人有很多霉矿的 霉着我懂我 我经常黑龙家去采访小霉 然后去老几个大霉矿小霉矿我都去过 那个东西是黑色的黄金啊 你别看那个霉黑子倒霉 就开采霉那些工人啊 吓到底去可苦了 经常出事 你看他们为什么愿意喝酒 一个是到底特别寒冷 不喝不行啊 喝完了就心里才温暖 另外一个 遭不保夕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咔嚓一时就死了 所以那些霉黑子 过了今天没有明天 我说心里话 每一天出宫之前 就跟那个老娘们 都是在交代两句话 我太多台 我两个 两个舅舅都是各港煤矿 是不是 就没黑子 我是知道 就他们的苦难 谁挣了钱呢 老板挣钱 因为那个东西是暴力啊 挖完了以后倒出去卖 这个煤啊 我之前都不跟你讲 你可不要看谁倒霉 就是那开采的工人 草民倒霉 那些老板呢 就是私自挖矿 那些烂财的 那个挖个洞 就小煤窑 全赚钱 不赚钱 他冒动大风险嘛 是不是 这就是政治体制的原因 那当然 我没去过陕西了 他这里讲的陕西 目的矿区 我估计这是一个大的 就很纯美的那种巨宝盆 他不像黑洞江 墨河河 河水分河什么的 河岗的小地方 他有的时候都是些小煤矿 说开采开采就没有了 你看那个那个 黑洞江有一些地方 有些那个七台河湖就是什么 开采完就挖空了 又变了个新城 就是你分个新城的旧城 你去看就知道 我去采访好几次 那当地官员 我几乎好几个我都见过了 有点关系都够铁 我跟你讲 我是似的 就就那个地方 越这样对吧 越用力保护 为什么 就这个管理很混乱 而且就是 他们他们特别愿意 就越去百业就践踏这个 这个挖矿工人的人权 就把他们的血汗砸干 他们一个月就没有多少钱 就几千块钱 老板一个个和当官勾堆好了 是吧 让你开采 野蛮开采 还有冒险开采 死了人无所谓 第几千块钱就摆平了 你就想不行 不行抓 你就全是这一套 就在共产党统计下 才有这些名堂 那当然陕西他讲的 我感觉是大况 西连山叫非法采媒世界 是指青海省性侵公贸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历经十四年 在西连山非法采媒获利百亿 原来他这个开采 就担任什么西海 那说不定这个事 也设定了赵勒基 是吧 你想赵勒基 为什么能当这个官 当宗祖国会长爬上去 也是拿钱开路啊 你发发你中国的当官的好多都是什么石油的 你看那个周永康 为什么他能从盘景那个油田上来 那我太了解了盘景 我好几个人们在那些都是记者 乖了一辈记者 乖了一辈子说 说为什么周永康能上来 就是往上顶钱 说他石油 石油完他自己权限大 就一直比党委书记 监控的董事长 来人就往里扎钱 那哪天中午不花个几万块钱吃饭 算什么 你说心里话 那个现金老漏 我给你讲 就那个地方 就那个盘景也很黑暗 你看为什么那个地方出一种酒 叫鹤香王特别好喝 他腐败才能有好酒 对不对 你那个当地那个那么肯乱了 我去了好多次 什么法治 哪有法治 我去采访上 我记得有个公安局 他是区域级公安局副局长 正好我去那天 他那个他爹 那个局长在训他那个儿 他那个儿也不着 按东北话讲就不着调是吧 他就拍着车 他每天胡作非非 他爸子公安局副局长 他牛啊 那个车还发生交通事故 我女小孩他爸都管不了 这么多管不了小孩 特别牛啊 我都有印象 后来有一个 这个就是找咱们 看能不能在你们这里做点事 我就想那个地方 你想比的就是权势啊 我的天 你到那个地方才知道 怎么叫这个这个山调 山高黄金黄帝圆 你怎么知道 就都肥在深山 哪有什么法治是真的 这周五康他怎么能上来 就市有系统 你看为什么曾信红他都上了 发上来 就这么拿钱买 砸钱上了 贿赂上来 每一框也是一样 所以他这个案子我认为这肥很深啊 他14年这个就青海这个企业到去开采 开采完了以后获利百亿 他讲这件事 说该实践经济参考报 2020年8月曝光以后呢 说导致大批省度 轻机官员落马陆续被查 包括财达木 循环经济实验局官员会被专职副主任 兼木里煤矿管理局局长林永平 啊 还有后边这些我不去讲了 你就是无关不谈 你就想这是个大肥肉 谁不想咬一口 这种政治体制权力都给你的话 别看在这里讲挺好 就咋要赶紧搞什么职务 你说每一天你还不得哥不成生平啊 是不是啊 我到开发区一个企业采访 我一点不给你们夸张啊 有个老板 我去都过精带了 我每次去 我和他后来混的挺熟的啊 因为那个人属于经济正常点 有的时候我就去 他愿意搞点什么 就是那个新闻人 属于新闻人 我就不讲是谁了 他那办公室啊 永远你去了以后 那搬台啊 你就这个 那桌子 你没看多么漂亮 多么气派的桌子 后边是满满的 也就是那个柱子摆下的精装本啊 但是从来没看过 就有钱呢 就买的 一片一片的那个房间的完美 每天做接待人的时候啊 那个你摆那个派头 他后边肯定站两个女的 就是办公室的秘书 就给他揉那个两个肩宝 咱们看了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他解释解释 我这个肩膀有毛病啊 你每次都有两个 专门给他按 你想他发工资 我的天哪 你都不知道 中共国内官员复备到什么程度 给你们讲 他为官职 我在官场上 做官媒记者干了20年 你说什么事没看过 因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那时候有钱啊 人一有钱 你确实是 确实是太有什么 那有些那个领导干门 他一下边就躺在那个 嗓纳里躺着 小女孩给按着脚 那真的啊 看着文件什么都 哪在办公室办办公 那你是你没门的人 你到办公室找人家 你真正的知道 铁人们全是在这个吃喝玩乐的场合 一边吃喝玩乐 一边子就谈大事 全是在那年代 是吧 你就看那个黑龙江 还有腐败一条街 是吧 你再看铁龙江那个生长楼那片 铁龙山 韩桂兹都住那里 就现在坐牢那些人 全是住在那里边 那小房一个一个小别墅啊 是吧 你就想这些人 为什么后来都坐牢了 那不就坐死吗 是不是 这想一想 这是滑稽可笑的 共产党的体质啊 一会是贴上一块地铁 你看那个铁龙江水人民检察院 那个检察长孙范 跳楼碎死了 我和他一起 还唱过卡拉奎 OK 就采访某一个领导吧 晚上都别走了 今天晚上这一块咱们 为何的 撒上去 就是唱歌什么 他唱的挺好的 那个哈喽OK 你在那个年代 你不去 你不去就要不入群 人家不搭理你了 你必须地和他们打成一片 你再去了以后 你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那个年代 你去想想 哎呀我见的多了 我当官的 有的时候你上包间去 一起吃饭 小包间 你进去一会吓一跳 所以他都有时候 他不告诉你 突然就是 就让你这个敬家 敬你一把 或者是穷贤一把 你旁边坐的 今天是香港母歌星 你想就吓一跳 我这脸这么说 原先是歌星 说你怎么到这来 老板拿钱就来 给60万 从香港坐飞机就来了 今天晚上是卡拉奎 是 他就给你唱一唱 当然也没有别的 就是唱一唱 喝点酒是吗 唱唱歌 那些人 抱不懂事 你只要有了钱就有人来 我就跟你讲 你看着电影 什么明星在荧幕上整个 好像挺神秘兮兮的 钱他们怎么来 这叫走去 是不是 走才有钱 回到这篇文章 就是其实这篇文章 就讲在青海 这个企业到这个陕西去开发 开发了以后 可能他们内部 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 有人举报 举报了以后 不但没举报成 忙活了18年 因为什么中国的司法 是不独立的 完全就是当官说了出来 这个我不太清楚 没仔细研究 是不是涉及到 习近平和道乐际的争斗 这都很复杂 再讲不清楚 因为总之 中共党内这个官员 商人们之间 这个官商 这个这个关系 不可能正常 这场复杂 为什么 他权力高度集中 你要想办企业 你就得找领导 给你批项 批资金 然后让你给你销售许可证 是不是 允许你在媒体送网告 还要靠那官媒的记者给你捧 你就想想 这一条 这一条链都是一样的 就是特别腐败 但是又有什么呢 内斗 怎么内斗 万元认知 一般都是五年换差 是吧 最多是生 换一个商了以后 你就想老钱 他就要给以前那个官员干倒 干倒了以后 这个位置才拿到手 因为一个罗布一个坑 那个时候就是生死 决然了 你就开始想 你以前的官员 比如说刘局长 王局长 你都交往哪些企业家 那就找底下公安局局长 给查了 查完以后 工钱法师都盯上了以后 他都商量好 咱给老刘就干倒 干倒了这个钱 这个矿拿回来 在一块分 就开始了 包装这个新社会 就开始抓了 全都是这样 就跟你讲吧 要怎么搞的鸡飞狗跳 所以有些人他聪明了 那当官你发现 任职一般 比如说五年吧 到第四年 基本上他就要给他老个孩子 全部转跑 钱也穿到美国加拿大 脚底都抹油了 最多自己留自己 落管 就是啊 你每一次个小孩 上来美国加拿大走签 他爸爸都说 你看在会上讲的课好了 什么三讲啊 什么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私下给孩子讲 孩子少回来 跑得越远越好啊 跟你妈赶快把这钱转到 是不是美元 都转出去 你爸干这个东西 有一天没一天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连习近平都是这样 我就跟你讲 他女儿为什么上 上哈佛读书 他怎么不上北韩去读书 他钱肯定也是放在美国 也一样 是不是 就这样一个政治体制 完全它是一种 两张皮 两面的控制 要怎么把中国经济 搞出今天这个程度 原因就在这里 是不是啊 这个案子我讲多了 其实我要告诉你 他我不想去讲他的过程了 因为他现在每个人 迅速过程都不一样 我讲的什么 就是司法不能保障他的权益啊 说包括他就死掉了 你说他自杀 也可能想不开 就觉得没虔诚 也可能是被自杀 就是人就要给他灭口了 那很容易 来几个公安 找几个就是那个 从监狱释放那些人 完了请你喝个酒 喝完迷糊了 给你直接愣开去 完事儿 从楼顶上给你愣些 把以后就说自杀了 你找罪 人死如灯灭 你带走了所有的秘密 为什么李克强 你看这一走以后 这个河南安慧 已经出了多少事儿 就证明这个案子是一个冤案 他死这个事儿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 就吸 我就活下去 吸引这些团队啊 或者是他本人策划 或者是李强这些人 就小兄弟们一半溜了 你知道吗 所以才出现这个状态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昨天我曾经给他好朋友 这个王 叫王柯说梅现在出事儿 你看见没有 我昨天判断对吧 我说只要是什么事儿 政府去参加就完蛋了 你看 他就讲那个 河南 也是河南 就是叫万岁山 武侠城 去追溯了 相亲互动 娱乐节目 也就是王美 王柯说梅 这个很好这个 这个节目啊 结果现在这个 节目发生变故了 你看 正如我上次讲的 我说政府只要 官员一定介入以后 他们就想这两件事儿 一个什么 体不体现对西平的忠诚 他们肯定要研究 这个王柯对西平好不好 总不用对西平 别给他讲出事儿来 因为他这是个平台 是个舆论平台 对吧 他怕他讲的话不利于这个当官 说这是一个第二 维稳 他怕人聚集多了 出事儿了 你看今天他马上换人了 你看看 我的预测也还没有错 他说呢 感谢朋友们对王柯说梅节目的关注 这是疯狂王报道的 是王柯扮演者之一的赵梅老师 因健康原因自24年4月前3号起 请假一个月 在此期间 由李立老师等其他扮演者 为游客会演出王柯说梅 因家常相关文艺演出 你看变了 他说他请假身体健康原因 那个女的健康得很 就是胡扯 这就等于他不让他讲 他觉得他不可靠 第一可能不是党员 再有他可能是 人家平常讲那些话 当官觉得不符合习近平的 新时代的思想 不是正能量 是吧 因为那个女性特别好 她是属于那种 就是热心的人 愿帮助别人 而且很随意 是吧 因为你给人介绍对象这种 你觉得这个最别的随和性的 是吧 能说能道的 而且你思想一定不是极锁思想 最起码挺宽容的这种人 对不对 他一定看不上 可能领导都来了 因为他这个节目影响太大 全国各地都敢来在这个地方 要请他介绍对象 介绍来介绍去 就怕有人在喊一嗓子 打倒习近平 或者是麦子弟嘲讽习近平 说 咱就搞得这么名堂了 想捧仔揍着 他害怕症 所以他换人了 换这个人呢 大成是共产党员 你看 叫李丽 随着李丽是谁 人只是知道倒霉 对不对 就那个女的胖胖 这个特别好 她特善良 她首先是很真诚 愿意帮助这些孩子们 给她们配对 觉得其乐无穷 而且她说 说笑 逗乐 她就是特别有亲和力 你等换个人就完了 马上就完蛋了 我就跟你讲 马上就 这一看就政治运动 政治安排 市委员书记市长 这不上一场讲到了 丰康网讲到了 领导的干部到现场去了 罢了 你看 她已经其实今天已经讲 她说 王河说明是万岁山武侠城景区 推出的相亲互动娱乐节目 不是单纯的大型相亲活动 她把性质变了 人那个就是民间自然形成的 是吧 一个一个一个就是 别人介绍对象怎么介入 她给她整成什么 整成是电视台 在党的领导下 一个什么呢 娱乐节目 这下完了 她经过四位宣传部 党组织领导了 这下麻烦 就 宣传部的承担责任 他们就怕出事 必须保证对西平的忠诚 保住自己的观止 她就开始变味了 说换人了 你看见没有 提醒广大游客朋友 理性看待 意思咱们的分析是不理性的 这个胡扯的 一看都记住四朝 对吧 可是今后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为有乡亲需求的游客 提供交友服务 马上完蛋了 或者就直接商品化 又可以收钱了 就像复联 复联不就 搞这些 什么教育俱乐部 就骗钱了 你要加入 会员 以为你多少多少钱 让他给你介绍 介绍还必须是党员 政治上可靠 整理我可难受的 我跟你讲 只要这个事 落到政府首领 官员首领 郭文汤首领 好吧 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这个八成 你看嘛 这个照明 恐怕就不能再让他讲了 因为他那讲 我给他给我感觉 特别自由开放 什么东西啊 特别真诚感觉 积极向上 人家看了以后 就说让人家这个社会 是有点像胡温那边 的和谐社会 习近平是什么 习近平是相将血战的斗 就是 应该是问一问 你们谁忠诚习近平 上来 上来再就嫁给你说 你忠不忠诚习近平 忠诚习近平我就娶你 你应该这样 习近平才高兴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 这个王婆说明 可能也就到此就为止了 确实挺可惜的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说这次叶伦来了 叶伦是伯的商务部长 这次来做生意 你看今天是有一篇文章 专门讲这些事情 说是这次叶伦到中国来 竟然还要见刘鹤 这是怎么讲 2023年6月23号 南华早报引述 五名消息人士报道 刘鹤在三月 中国领导人 人事改组卸下所有职务以后 能参加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 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并称中国领导层高度评价 刘鹤丰富的经验和支持 他这里有这么一段 这些文章比较长 就这一段 我给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就是这个叶伦来 你说他要见谁不好 他为什么要见刘鹤 原因就在这里 他就讲到刘鹤是怎么推下来的 说是2023年3月71岁 刘鹤在14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后卸任国务院副总理 就退休了 他冷然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 就他卸任以后 他把是这么一个职务 他这篇文章讲说 习近平在13年的5月 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叫多尼龙介绍身边的助手 那时候李克强活着 他就为了弃李克强 为一穷显辈 急弄李克强 这就是刘鹤 他对我非常重要 这个就等于泄露国家机密 你习近平已经犯了 犯法的事情 涉嫌那些国家安全 为什么呢 你想那个时候人家国务院总理 是李克强 对不对 李克强站第一个 刘鹤是站在旁边的副总理 你在这时候 每一个人的情况 是向外国人介绍 而且是外国的 美国的国家 国家安全顾问 那不就情报系统了吗 你还能说 这是刘鹤 他对我很重要 那种意思 李克强不重要 就算那以后 李克强就生气了 因为什么他就鼓动融合 在人民日报 发的笔名文章 专门挑李克强的词 其实这就是到什么 西里的从那开始 原本李克强是想法杆一场 他上来以后 他就是有报复的人 因为他是利宁的学生 他搞了个克强经济学 光有理论没有实践 好不用当总理 他想险被险被 这下完了 习近平生气 需要刘鹤的挑他的刺 其实就脚举 就不让他干好 你看中美贸易战 你说你派谁去不好 不胜过刘鹤 你派汪洋也行 你派李克强 那更是各方面都合适 对吧 纪别也合适 他骗整个副总理刘鹤 加了个名 习近平特使 这一整整整大了 为什么 刘鹤大家都知道 干了这一切 大家看的还是非常清楚 书生就和我让人一样 你光能讲 有点什么比杠的挺好的 妙比升华 叫顶层设计 什么叫顶层设计 就在办公室瞎写的 给领导写大材料来 你真正叫你干 你能干得了吗 人家李克强不管怎么的 旺扬也好 都是封讲大力 都干过两任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能在一个省市子里去玩 玩五六年不出事 那也不是白给 包括共产党官员也是 你把你放西藏去干五年看 你当头看 你别是给牛我跟你讲 我有个朋友 是大连的 他说跟我可俗 他就到这个 为了他的小孩 搞一个就是那个政府编制 他就到那个西藏一个县城 好像是纳曲 他跟我讲纳曲 且他回来干了三年 那个老的 仓老的 好多年我都没见到他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个呀 说哥们上西藏干了三年 他跟我肯定不能打关 前二俩是好朋友 他说 我就是 为了我儿子啊 他一直 就找不着好的工作 说谁要去就能变成干部 就是为他儿子到那去干三年 我说好吗 说哎呀 很不容易 首先高山反应这一条 就是人在西藏 你看眼红那个头发 那不掉光了 那不叫西藏去干的吗 是不是 你吹啥牛 所以他明明可以让这个旺洋干好 对吧 去去解决贸易问题 让李克强去哄这个川普 他就非给这个事办砸了 整个刘鹤 这个刘鹤 还穷得色 修两句英文 就和我的水平英文水平一样 还讲错了 数字了是吧 你当时闹笑话 他现在还叫刘鹤 有点保留一个职务 那么耶伦来 这次来 耶伦为什么还要见刘鹤 就证明耶伦非常清楚 就美国的情报系统 非常明白 现在经济上 刘鹤冷然是可以利用 利用 为什么可以利用 因为习近平对谁都不信任 他疑心特别重 他相信刘鹤 你别再退了 他见了 耶伦要说话的话 就像耶伦的话 传到西平耳朵 不那么容易 对不对 因为习近平不可能见他 对不对 最多李强见见他 西平摆了个架子 那么他想给美国这方面 一些要求 特殊要求 可能秘尔布宣的要求 在这个贸易方面 或者是商业方面 他在通过刘鹤 因为刘鹤能把话传给习近平 就骑这个从事实际上 因为刘鹤在中学和习近平 他那是铁哥们 一起踢过足球 习近平就认为他可靠 但是刘鹤恰恰是个无能子辈 就没啥本事 是吧 就是个独属人 但是你说这个中共国 现在就到这个地步 就特别的混乱 这个国家 整个的组织系统 思想系统什么 全都做不守规矩 就听着一个 以习近平自己的 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所以耶伦也不得不抵头 我估计他这是 在这个经济方面 也就最后一次能力了 或者说大概率 中美是要走向冲突 好 谢谢